介紹畢業班導師 敬貴賓 余慧的各位家長 各位貴賓 還有我們多位菲菲先生 大家早安 敬貴賓 今天天氣非常地好 本來以為會下大雨 但是今天天氣非常地好 老師也為各位小朋友很高興 校長現在開始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雨會的嘉賓 請各位小朋友注意一點禮貌 待會介紹到你們老師的時候 請你把你們的熱情表現出來 首先我們要先介紹代表市長 來為各位小朋友祝賀的 我們都發局主任秘書 曾文成曾祖祖祕 曾祖祖祟祕 那接下來呢是我們的家長會的會長 謝文展 謝會長 接下来是我们学区的国中 有位小朋友 表现是98 都读哪里的 我们的福科国中 林大清 林校长 那接下来就按照数据介绍一下 我们的前会长 我们的荣誉会长 蔡明桓 蔡会长 蔡会长 好 接下来是我们陈苏华 议员服务处的主任 杨荣博 杨主任 杨主任 好 我们张六万千 议员服务处的助理 陈俊宁 陈助理 陈助理好 好 我们会修老师 有一个联营会 我们会联会的主席 我们的嘉宾主任 嘉宾主任好 好 接下来也是我们的荣誉会长 来 逸林会长 逸林会长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陈群豪陈会长 陈会长 好 也是我们的荣誉会长 萧荣巴萧会长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舞蹈會長 張首峰 張會長 好 接下來是我們楊正宗議員服務處的副主任 也是他的風子 楊大鴻 楊副主任 好 接下來是我們張廖乃文議員服務處的副主任 錢玉豪 錢副主任 錢副主任 好 接下來是我們黃新惠議員服務處的副主任 在廖冠廷 廖副主任 張副主任 好 接下來是我們家長會的副會長 賢康令我們陳憲愷 好 陳副會長 好 接下來是我們學區裡面 大家的土地公 土地婆最關心我們學校的里長們 好 那校長介紹一下我們 林挫林 余晉清 余里長 余里長 好 佛林里 楊昆寺 楊里長 好 我們在地的里我們是永安里的最後一部也是最大部 我們有關里長 張大叔 張里長 張里長 好 那如果待會有嘉賓那校長再為各位小朋友做介紹 好 接下來呢 校長要介紹的是我們今年新武的畢業班老師 把各位小朋友帶得非常地優秀的 好 我們六年一班 如文老師 好 六年二班 上智老師 好 六年三班 志偉老師 好 六年四班 梅珍老師 好 六年五班 榮豫老師 好 六年五班 榮豫老師 好 六年六班 海雲老師 好 六年七班 靜敏老師 好 六年八班 徐晨老師 好 六年八班 徐晨老師 好 六年九班 金敏老師 好 六年十八班 我們的體育班 怡晴老師 好 六年十八班 我們的體育班 怡晴老師 好 謝謝我們辛苦的十位畢業班老師 主席至此 好 我們台上的各位嘉賓 那各位家長 還有我們今天主要的主角 各位畢業生 大家早安 教大堂 真的要再次感謝我們所有的嘉賓 播放前來參加我們今天 國安國小的畢業生的畢業典禮 也感謝各位家長 把你們今天的工作放下來 就為了參加你寶貝的畢業典禮 是不是我們先請我們的畢業生 給這些為你們而來的人 獻上感謝 來掌聲一下 好 謝謝 所以 校長看到你的校園 感覺年輕真好 所以我剛才把時光到尾了幾年 十年 不小心念錯 那要九十七年去了 好 今年一百零七年 所以真的是年輕真好 好 那 在國安 我剛才學習的這六年 相信小朋友 在尋 校園的時候 在你畢業證書的時候 你應該有 心裡有一點感覺 點點滴滴 在心頭 對不對 然後學弟學妹 學妹 列隊歡迎 哇 他們好高興 看到你們要畢業了 那不曉得 各位小朋友的心情怎麼樣 那剛才呢 小朋友看到校長 也說 哇 校長你要畢業了 每年校長都會聽到這樣的話 那今年呢 校長真的要畢業了 校長要跟各位小朋友 一起從國安國小畢業了 好 所以呢 今年的心情也是特別的複雜 那但是呢 校長這邊 還是要給各位小朋友 一些勉勵跟叮嚀 那大概三個點 首先第一個 校長請看我們國安國小 優秀的畢業生 你們要擁有健康的體驗 那所謂的健康的體驗呢 校長這邊 除了要鼓勵各位小朋友 你要持續 然後有你身體健康之外 那校長剛才看到 有一些小朋友腸得好高 有一些小朋友腸得好高 比較嬌小一點 那你要把握 你發育的這一段時間 好好的運動 然後養成規律的一個習慣 那另外還要額外再提醒一個 跟健康比較有關的 就是上了國中 上了高中 會有很多不知名的誘惑 那所以呢 拒絕毒品 越低毒品 這個是很重要的 都要記住 就是第一個 健康的體驗 那第二個 校長希望你們要培養良好的體性 那良好的體性 從小到大 人家都在講 但是校長 只要簡單的提醒你 對家人的部分 因為上了國中 校長的小孩子也在國中 然後呢 我們就真的感受到 上了國中的小孩 就像一顆什麼 大蛋 不定時的抱一下抱一下 那但是呢 非常期盼各位小朋友 你們要能夠去體諒 爸爸媽媽關心你們的心情 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可能不太想聽的時候 你覺得很煩躁的時候 還是請你能夠靜下心來 我想一下爸爸媽媽 怎麼呵護你 怎麼照顧你 他是怎麼樣的關心你 所以請你把你的情緒收起來 收起來給家人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笑容 或者是表情 那對外 當然就是我們平常 跟各位小朋友叮嚀教導的 你該有的一些手法 或者是良好的體系 那因為最後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或者是在社會上一個成功的人物 他有時候不是只靠你的智慧 有時候人家看的是你的態度 你態度好 公司就會用你 你態度好 別人就願意提拔你 所以良好的體系 這個也是未來一個決勝的關鍵 那最後一個 校長 期盼各位小朋友 你要擁有學識的熱情 國小的課業可能比較簡單 但是呢 上了國中 課業會比較繁重 但是不管如何 請你記得 每一個人都擁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那追求幸福呢 就要靠你自己 不要放棄 你不能說 我要在這邊等著幸福來 你自己要不要放棄 所以你不放棄呢 回憶的一個途徑 就是你要保持學習的心 你有學習你才有機會 不管你學的是哪一方面 你學學科也好 你學技術也好 但是就是要擁有學習的熱情 不能夠我什麼都不學 我以後就宅在家裡看3C 或者以後我什麼都不做 這樣子 你就會把自己的未來給關閉 好 所以呢 校長簡單的聽你這三點 第一個 要有健康的體驗 第二個 第二個 良好的體驗 第三個 請你擁有學習的熱情 那你的夢想不管多大 你只要分斷 你還是可以完成你的偉大夢想 那你說校長 我的夢想好小怎麼辦 如果很小 你都不去做 你根本也沒有辦法達成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大夢想 也可以有小夢想 重點就是你要有行動 好 那過了今天呢 我們各位小朋友 就是最優秀的國外國小的畢業校友 那校長在這邊呢 也邀請各位小朋友 以後有空 可以多回來學校看看 那未來跟你成年之後 我們有一個校友會 也歡迎你加入 我們今年就有一個第三屆的優秀畢業校友 回到學校當老實 所以呢 你們被依止為榜樣 那國安以你們為榮 好 那在這邊 預祝各位小朋友 未來前程市井 那今天雲會的所有嘉賓 身體健康 官司如意 事業 蒸蒸日上 好 謝謝